百香果是夏天的美食之一,它也叫做鸡蛋果,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作为蔬菜的一种,甚至是在中药上面还有着很好的功效。 尤其是在三福天这种门热又潮湿的天气里,经常用百香果泡水喝,身体还会收获以下这几种好处。 三福天常用百香果泡水喝,可以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。 肠胃都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,但因为生活中不良饮食习惯的原因,导致肠胃的健康越来越差,甚至是出现肠胃上的疾病。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随着年龄的增长,肠胃的蠕动能力也大大下降,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便秘的现象。 百香果就是要一个调理肠胃的好食物,从百香果的营养成分上来看,百香果中含有丰富的下食纤维成分,尤其是百香果中的子,是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的食材。 对于增强肠胃效果功能上面有很好的疗效。 三福天常用百香果泡水喝,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。 在现代生活中,随着生活物质以及生活节奏的改变,将大多数的人们都处于一种加健康的状态。 再加上没有合理的安排自己每天运动的时间,就很可能会让积极出现一种免疫力下降的情况。 百香果中含有丰富且多种营养成分,如维生素B2,维生素C,维生素E,胡萝卜素,甘,多糖,番茄红素等等,可以为机体补充多种营养物质。 在增强肌体免疫力上有很好的益处,同时在此基础上还能够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减少病毒入签。 三福天常用百香果泡水喝,有助于预防癌症。 百香果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,它是一种抗氧化比较强的营养物质。 在相关的研究上发现,但肌体内血清中,缺少这种营养物质的时候,发现前列腺蛙,消化到癌的癌症的发生危险会有所上升。 相反,每人每天吃些富含甘茄红素的食物,在某种程度上,是可以预防一些癌症的。 另外,在三福天里,喝算一杯酸酸的百香果泡水,里面的多种营养物质,以及它的口感,还有着果汁之王的称号。 有的人说,既然百香果泡水有这么多的好处,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喝食用呢? 并不是,如果你试一下这类人就要注意了。 肠胃虚弱的人群奉劝你别多喝,虽然百香果在促进肠胃蠕动上面的作用很好,但如果你的肠胃健康属于一种虚弱的状态,因为百香果中大量的萨石纤维,很可能会让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还是少喝为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